选举之前 那蔡主席 那时候是蔡主席 跟我们工作团宇 在民进党有一个会面 有一个见面 他亲口承诺 他说 在没有完整配套措施 不损及任何一个劳工的状况之下 他不会砍七天假 也就是他砍七天假 一定会有配套措施 让你劳工觉得 即使砍了七天假 我还是不会损失的 可是今天配套措施在哪里 选举招牌就要点亮台湾 显然不是 显然你在点亮财团 压榨劳工 就非常明显 看在劳工原理 你这个民进党 是靠财团 是靠右的 你劳工要见你 三十几个要见你 你拿三百个 三百个检查党在前面 我们劳工要见你好像隔从山 可是财团要见你的时候 好像隔成沙 你还赶快跑去 周一到周五 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挖多深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